俗话说痰多百病生 百病皆由痰作祟 那么如何把这个痰化掉它 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果子来去化痰 让我们身体健康 大家好我是黑医生 关注黑医生健康瓜哥 那么在天气变化的时候 或者说在空调房经常进进出出 那么很多人都会感冒 出现这种咳嗽 痰多等等情况 那么喉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痰 这个是有形之痰 那么其实还有一种痰叫做无形之痰 那这种无形之痰在哪里 哪里就会生病 比如说这无形之痰在我们的头部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头晕的情况 如果在我们等一个刚刚讲的肺或者喉咙 那么喉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痰 如果是我们在我们的这种上胶就会出现胸闷 在我们的中胶脾胃就会出现肚子胀 如果是在下胶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大便粘密拉肚子的情况 同时呢 还有些人呢 全身各处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结节 比如说甲状腺的乳腺的 或者说这种脂肪瘤 这些其实都是痰的一种表现 从事呢 有些人还会出现那种精神疲倦 非常的困倦乏力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痰失重的常见的表现 那么今天呢就到教大家一个果子就能够化痰 那这种果子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雪梨 那这个雪梨啊 有一定的这种润造止咳化痰的一个功效 同时呢 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口干 口渴或者说运动以后的这种口渴 有非常好的这种解渴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呢 还能够补充我们的这些能量 另外呢这个雪梨呢还可以刚刚讲的止咳 对我们的咽喉啊肺啊有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属于这种肺热的咳嗽 或者说肺燥的咳嗽 那么雪梨就非常好了 那我们呢把这个雪梨呢 加一点点食盐 把这个雪梨啊清洗干净 那很多人呢 其实洗干净后就经常把这个雪梨的皮削掉 就直接扔掉了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其实梨皮里面呢有很高的这种营养价值 我们的梨皮啊也能起到这种清热 润肺润燥的这一个方面的作用 能够把人体的这些虚火把它清掉降下来 这些虚火导致这种喉咙干啊 鼻子干啊 眼睛干啊 或者头痛啊 咽喉痛啊 等等 这些用梨皮啊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以后大家呢 吃这个梨啊是可以吃梨皮的 不要把这个梨皮把它扔掉了 那么我们雪梨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切成一小块 一小块 然后呢再放在旁边备用 那接下来呢 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准备三克的橙皮 那这个橙皮啊 有礼器 健皮 造湿 化痰的作用 它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轻道腹啊 它能够这种造湿 去湿 化痰 很多人呢 都这个认为啊 这个橙皮啊 主要是用于化痰 其实这个是 认识 相对来讲 比较 一个 肤浅 为什么呢 因为橙皮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 健皮 为什么它能够健皮 因为它能够有这种芳香的 这种特殊的气味 那这种芳香的特殊的气味呢 能够 醒皮 也就是能够把这个皮味的功能唤醒 唤醒起来以后 皮味本来很慵懒的 慵质的 这个时候唤醒之后 它的功能强大了 那么它运化水湿的功能 自然就强了 那水湿 它运化掉了 不会停留在体内 那么这个痰 湿 也就相应的减少了 所以这个橙皮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健皮啊 醒皮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那么这一个橙皮 我们准备三个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呢 把刚刚准备好的这个雪梨 跟刚刚讲的橙皮 把它一起放入锅里面去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再用大火煮 煮开以后 再用小火慢慢的煮 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0分钟以后 那这一个我们准 煮好的这种橙皮 雪梨水就准备好了 这一个颜色呢 有点点这种淡黄色 闻起来呢 也非常的香 喝起来也非常的好喝 对于刚刚讲的 一个呢 就是咳嗽 痰多的 非常的好 那这一个橙皮 雪梨水呢 一个是偏凉的 雪梨 一个是偏温的橙皮 那么两个搭配在一起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和的 另外一个煮了以后呢 这个雪梨的凉性 也慢慢的减弱了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整个汤啊 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平和 不会说太凉 也不会说太温 很大部分人呢 都合适 好的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个 痰湿啊 它常见的一些表现 以及它停留在哪里 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大家要去重视 这个痰湿体制 要重视去调理 这个痰湿体制 那么今天也跟大家聊 这个雪梨橙皮水 它是如何去制作的 以及橙皮有什么功效 雪梨有什么功效 好的 那大家听完之后呢 相信大家对这个痰湿啊 有一定的了解 对这个橙皮 雪梨水 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也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呢 欢迎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学习 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这些养生知识 好的 关注回赏 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